玩水到play 穿著一身橘色道服 上面還有大大的北字 台北市長蔣萬安 扮演知名動畫 七龍珠的角色孫悟空 在舞台上與實名COSER 一同走秀拍照 暑假第一天 2024台北清水節揭開序幕 曲就是諧音 就是不要缺水悟空 我們希望能夠穩定供水 照顧台北市民的權益 很歡迎所有的小朋友 來到自帶水園區 享受玩水的樂趣 活動從6月29號 持續到9月1號 除了運輸會之外 還有兩座沖洗滑水道 提供市民遊玩 而前一天 九萬安跟內政部長 刘世芳開會 先前傳出 因為警察局長的人選問題 剛上 外界關注 兩人的關係破冰了嗎 市民的扶持 最為最優先的考量 沒有所謂破不破冰的問題 昨天我們針對 社子島的發展 社宅的興建 大灣北段的爭議 還有國土企劃等等 以及相關民政的議題 很具體的交換意見 內政部強調會依照法定程序協助 盼望北市府盤整低度 利用公用土地或建物 與中央合作 刑建設宅 但社子島自救會痛批 這跟蔣萬安當時競選喊的口號 完全不一樣 上任之後 除了沒有兌現這個競選承諾之外 你甚至沿用柯文哲的模式 用推土金輾過社子島居民 造成一萬一千多人 大規模的破綻 蔣萬安市長 撤銷這個不當社子島案 重啟游下網上的溝通 兌滿蔣萬安開出空白支票 呼籲北市府兌現承諾 除了游下而上的討論 並重啟以主要聚略為前提的 社子島都市計畫 保障居民權益 每次新聞才有期 譚君豪SNG小組 台北報導